就在教会好像很凄凉之后 主耶稣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 这句话说实在告诉你们 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那或者你这样凡啊 凡你们在地上所要捆绑的 必定是天上已经捆绑的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我就捆绑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我就释放 或者更好犯错 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就是我已经捆绑的 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就是我已经释放的 那是什么 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为你开一个门叫你起来 走天国的路 叫你起来打天国的仗 叫你起来为天国争战 叫你起来为了神的旨意 争战 奋斗 劳苦 奉献 摆上 把一切献给神 哇这个时候啊这是对彼得讲的 现在把它转回来啊转到对教会讲 说教会啊你们不要啊再一直问自己了 我有没有够回转啊我有没有够前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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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我现在还是两个眼一只腿还是一只眼两个腿啊你不要去分析了我现在有没有去看这十米的样你要起来啊起来你要问主主啊教会的存在为的是什么教会往前去为的是什么教会这样活下去为的是什么 我们是在这里困绑我们在这里释放我们在这里围着神的心意我们在这里围着神的经论我们在这里围着神的经论我们在这里围着神所要做 哇一有这个看见啊你整个的存在就改变了